在北京冬奥备战期间,一座可供四季全天候越野滑雪训练的场地正在吉林省吉林市建设中,用于解决中国冬季运动项目冰墙雪弱的局面。 这块场地就是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,位于吉林市传营区北山风景区内,利用原吉林市北山人房工程改建扩建,总建筑面积25244平方米,室内雪道1308米,近宽8米,近高4米。 记者今日探访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了解到,这块滑雪场打破了雪上项目运动员训练的季节性限制。 据了解,这是亚洲首座具有国际水平的全天候标准化滑雪专业训练场地,也是继芬兰、瑞典、德国之后,世界上第四座四季越野滑雪场。 不管东下,我们室内就能够进行补雪,那三座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。 而且我们这个雪洞的温度、湿度、宝磁是智能化的来控制的。 国外那三座室内不能造雪,而且它的湿度温度控制没有我们这个好,雪脂是焚雪,这样运动员训练起来,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。 据了解,花雪场内配备了大型制冷设备,以保证室内气温常年维持在零下七度左右。 2019年1月,专业运动员已经测试了这里的雪质、坡度、弯度、温度等条件,结果反馈良好。 目前这里设有专业雪道四条,可同时容纳500人训练,可提供越野滑雪、冬季两项、北欧两项等项目训练。 在冬奥会上,这三个项目的金牌总计有二十多块,中国运动员在这些领域与世界最高水平尚存在不小的差距。 目前国家体育总局的三个队伍,就是越野队、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队伍,都已经为我们多次联系。 他们将在四月的下旬,全都到吉林市来进行备战训练。 感谢观看